一个茄子配色的男人开口道 大家都看完规则里吧 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叫我小李就行 这是我第三次规则怪谈 另一边穿着番茄炒蛋配色的臭脸小姐姐 直截了当地说 没必要 反正又不是都能活到最后 她说的没错 在场15个人 真正能活到最后的恐怕5个都没有 现在自我介绍有点没必要 但这话说出来就很得罪人了 小李直接冷下脸 哦 你的意思是我们都会死了 被选进规则怪谈的调查员 多多少少都会信点玄学 毕竟这个世界真的已经很不科学了 对于这种规则怪谈 还没正式开始 就被诅咒的事都非常不爽 当即就有人不爽道 这么会说话 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时候死 番茄炒蛋冷哼一声 反正比你活得久 原本还算和谐的氛围被打破 场面一时间陷入冰点 苏蓉按探一声 还好这个规则怪谈 没有硬性规定需要调查员合作 不然他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准备遗言了 场上已经有人开始试图缓和气氛了 苏蓉没在意 默默观察情况 他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车厢的天花板很有意思 他上面错落铺着很多短小的白色柱子 形成棋盘状 的确很有艺术感 但是规则怪谈里要什么艺术感呢 此时列车已经过了启动阶段 开始真的发车了 众人都坐在椅子上 不敢乱动 苏蓉用余光瞥了眼窗外 没看出什么异常 还是和之前一样的一片漆黑 他默默坐在原地 以他这么久以来经历规则怪谈的经验 在这种小空间里 现下如此平静 待会绝对要出事 但有这种觉悟的显然只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只想趁着规则怪谈刚开始 赶紧探索一下房间 坐了两秒 发现没什么异样 之后他们纷纷起身四处游走 因为之前番茄炒蛋女和小李的矛盾 大家对互相都抱有一定的警惕之心 也没有要交流的意思 各自围营 番茄女也坐在座位上没有动 之前和她起过矛盾的小李清脆一声 走到玻璃前仔细观察 她想看看现在是不是在隧道中 规则里说列车进入隧道的时候 最好去看看 那前提一定是先分清外面是不是隧道 不过可惜的是她什么也没看出来 外面黑茫茫的一片 苏蓉旁边隔着一个位置的是个女生 他们这一批15个人里 一共就4个女生 比苏蓉之前遇到的都要少一些 普通规则怪谈里女生数量其实很少 甚至会被当成累赘 但是在困难规则怪谈里 女生的占比反而要高出不少 而且个个都有自保能力 番茄女嘴毒 那想必有很厉害的怪谈道具 或者自身有什么技能 那几个男人也正是顾忌着这一点 才只赶成口舌之快 而没有真的把矛盾闹大 坐在旁边的女生四处看了看 随后小声问苏蓉 你不动吗 你不是也没动 苏蓉挑眉看她 女生咳嗽一声 我不敢瞎动 不过想问问你 甚至也和我一样害怕罢了 我叫琪琪 你总不会和那位一样 连个自我介绍都不愿意做吧 说着她看了眼番茄女 略微有些埋怨 虽然规则上没有硬性要求 但是在规则怪谈里 一个人走多少都让人有些害怕 本来女生想着 赶紧和众人打好关系 最好拉两三个人结伴同行 结果她那么一搞 现在说话都要小心不被嘲讽了 就很烦 小明 苏蓉真的懒得给自己起假名 就拿了个最教科书的名字 对于她给自己假名 琪琪接受良好 虽然小明这个名字 确实过于敷衍 不过好在没有落她的面子 有番茄女的表现在前 现在她已经很满足了 琪琪在思考 她有一项特殊技能 能选择规则怪谈里的 一名调查员借运 也正是靠着这个技能 她才能如虎添翼 通关多次规则怪谈 所谓借运 也就是借一个人的运气 叠加到自己身上 能借对方一半的运气 持续时间为一整个规则怪谈 如果规则怪谈结束 被借运者死亡 那她自然就不用还这份气运了 但是如果对方没死 她就得还非常多的气运 是自己一半的气运 加上对方借过来的气运的两倍 持续时间则是借运时间的十倍 代价是非常大的 但是她并不知道 其他人的运气如何 运气这种东西 人和人之间的区别 真的比人和猪之间的区别还要大 如果借了个 本来就运气不好的人的能力 那她这个技能就相当于白用了 而更可怕的是 运气差的人能活到现在 靠的绝对是纯正的实力 就算借了他们的运气 他们也大概不会死 也就是说 她什么好处也没唠到 还要承担反噬 那真的很难受 当然 也不能借运气大成者 不然万一对方没死 那个气运反噬 绝对能把她弄死 本来她是想着和大家打好关系 看看能不能提前了解一下 众人的运气如何 不过番茄女那么一搞 她顿时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只好就尽原则 先和周围的人聊聊了 没想到又被规则怪谈选中了 我这运气是真的差呀 她故作苦恼的说道 苏蓉不说话 就这么静静的看着她表演 她自己就是套话的高手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琪琪是在故意套自己的话 在她看来 琪琪的套话其实太明显了 真正的随口闲聊 是不会太状况外的 在规则怪谈里 和陌生人吐槽自己的运气 除非对方是谢何何那个类型 否则一半不会这么做 要套话 好歹循序渐进啊 直接切入重点可还行 她要是讨论规则 苏蓉还愿意陪着说说话 但是现在这种 她要是上套 那就纯粹是当傻子来了 只是不知道 她说这个话题的目的是什么 运气有什么问题吗 见她不说话 琪琪稍微有些尴尬 怎么回事 她心里暗自嘟囔 总不会这位 也是番茄女那个类型的人吧 刚才看着不像啊 难道是没看出自己在搭话 犹豫了一下 她再接再利道 其实我一想 能被选进规则怪谈的人 运气好像都不太好 如果苏蓉回答的确是这样 那就证明她运气一般 如果她回答也有运气好的 那没准她说的就是她自己 总之根据对方的回答 她总能判断出对方的运气来 其实这一招 更适合在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用 运气这种东西最容易被吐槽 看谁吐槽得多 谁的运气一定就差 那些不怎么说话的运气 反而会好很多 再次诅咒番茄女 见琪琪眼巴巴的盯着自己 苏蓉一脸天真的问道 所以你运气真的很差吗 琪琪 饶是她也没想到这样的回答 一般人在她这样的问题之下 肯定会开始说自己的运气 就算不说自己的 也会说一下自己对运气的见解 直接把话题扯回她本人身上的 还是第一次见 哈哈 我的运气是有点差呢 她大笑两声 果断放弃继续套话 她运气是有够差的 对面这家伙连续两次躲过她的问题 大概率是她把持不住的人 还是赶紧绕道走比较合适 见她转身去和右边的人搭讪 苏蓉顿时明白 她这是放弃找自己的灰气了 同时感到好奇 她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能让她这样左边不行找右边的 一定是有什么利益所在 而不单纯的是为了套取情报 咔哒 突然 苏蓉的耳朵敏锐地捕捉到了微小的声音 不只是她 旁边的琪琪也听到了 不确定地问 刚才是有什么 话还没说完 突然一根白色的柱子 直挺挺地插在了二人中间 把中间都座位倒了个稀巴烂 随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指示收起 起起嘴巴微张 愣在原地 还没有反应过来 而苏蓉则是迅速往旁边看去 果然 不只是他们俩这边 周围其他地方也开始陆续降下白色柱子 同样都是极快的速度 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机会 不难看出 整个一号车厢 除了乘务员那个小脚之外 就只有调查员的座位 没有柱子落下 而刚才在车厢里乱走 试图寻找线索的 有两个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 当场被砸成肉泥 足以见得柱子落下来时的威力 根本就没打算让被砸到的人活下来 除了那两个实力不济的之外 剩下的人倒是或多或少都有点本事 各种道具技能齐出 一阵手忙搅乱之后 都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此时原本的15个人只剩下了12个 刚才又有一个没来得及躲闪开来 而死亡了 什么东西啊 一点预兆也不给 一个刚才差点被砸死的人 一边扶着胸口喘息 一边小声怒骂道 他不敢大声发泄 怕惹恼了这里的恐怖存在 琪琪也是害怕的瞳孔冷缩 这个规则怪谈太危险了 他必须赶紧借到合适的气韵才行 而自己的目标 一定就在刚才坐在座位上的几个人里 这第一节车厢 恐怕就是为了给我们个下马威 得赶紧去别的车厢才行 不知道是谁喊了这么一句 小李咒没说道 这怎么走 等等看这些柱子 什么时候停止攻击吧 总不可能一直往下落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一个座位很靠前的男人 就直接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 趁着前面柱子刚抬起来的空隙 迅速冲了出去 随后没飞色舞的冲身后的众人摆摆手 那我就先出去探索了 你们慢慢等吧 拜拜 嘖 赶着去投胎啊 小李不爽的小声骂道 苏荣默默观察了一下地形 心中已然有了计策 对旁边的琪琪道 借用一下你的位置 啊 旗下没反应过来 柱子就落了下来 下一秒柱子升空 苏荣趁着这个空隙迅速来到他的座位 一号车厢通向二号车厢的门口 在正中间 琪琪的位置相对而言要近一些 所以苏荣才要借到 稍微观察就能发现 每次柱子落下在抬起之后 都至少会有一秒钟的间隔时间 他们这些调查员的速度 本来就被加持过 想要在一秒钟内 换到另一个人的位置 轻而易举 只要手脚协调一点 利用好间隔时间 很快就能逃离一号车厢 此时有不少人也已经想到方法了 各自用方法逃离这里 琪琪本来就比苏荣离门口更近 在看到苏荣的动作之后 立刻明白过来 先他一步走了出去 苏荣没有很急 慢慢地把自己 挪到靠近红衣乘务员的地方 对方从近来开始看 一直坐在这里 表现得很平淡 绝对是早就知道 这里会出什么问题 下华县乘务员 我想请问一下 餐车什么时候来 苏荣没有询问车厢内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危险 而是问了另一个问题 餐车来了之后 这里的柱子必然不会再升降了 愣了一下之后 低头看了眼手表 随后回答道 一个小时之后会来一趟 那看来最晚一个小时之后 这里的动静就能停止 苏荣点点头 又问 咱们这辆车外面怎么那么黑呀 外面本来就应该是黑的呀 不是吗 乘务员眼里闪过一抹金光回答道 这句话让苏荣眉头微皱 想了想后又问 那这趟行程里有几个隧道 这可没有定数 乘务员摇摇头 反正肯定会经历隧道的 您 他话还没说完 好几个调查员 就拼命从二号车厢跑了回来 其中就包括琪琪和小李 他们站在不会被柱子 波及到的空间很小的走廊处 想要在这里缓一缓 靠着墙的琪琪 因为刚才剧烈运动 而大口喘息 却在看到苏荣的时候 突然愣了一下 小明 你怎么没走 我有事想问一下乘务员 所以没来得及走 苏荣回答道 你们那边怎么了 怎么就你们几个人回来了 琪琪深深地看了苏荣一眼 随后开朗地回答道 二号车厢突然开始 从左右两边往里收缩 收缩得非常快速 我们只好往前后两边跑 一部分人应该跑去了三号车厢 我们则是跑回来了 文言 苏荣皱起眉 二号车厢的行为 这是在故意把调查员分开吗 他想到什么 又问道 你们看见白衣员工了吗 规则里说白衣员工在二号车厢 但按照他们所说 二号车厢会直接闭合的话 那哪还有白衣员工呆的地方呢 看到了 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 他正在扫地 本来有人想过去 问问他到底有什么用的 规则是不是说了 二号列车内有白色制服的乘务员 可以向他寻求帮助 我们猜测他应该是 站在调查员这一方的 至少在四号车厢之前 都是这样 琪琪对此也有些不能理解 然后二号车厢的墙壁 就开始搜索了 鬼知道那家伙还活没活着 虽然他清楚 原住民不可能死得那么滑稽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 他也很难想象 白衣员工该如何才能活下来 除非他不是人 显然有人和他是一样的想法 背头哭歌冷声道 这条规则大概率是错误的 但也是在暗示我们车上 的确有非人的生物 我猜就是这些乘务员 这段话听得苏荣眉头紧皱 明明酷哥对于规则的判断 和他之前的判断几乎一致 但他怎么就是觉得 有哪里不对劲呢 这种熟悉的 思维晦涩的感觉 苏荣突然惊觉 自己好像被污染了 这分明就是被污染时的感受啊 可是他是什么时候被污染的 所有人都被污染了吗 他和其他人 唯一不同的一点是 他多留在一号车厢 和乘务员对话了一段时间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被污染了的话 那恐怕就是乘务员有问题 又或者在一个车厢待久了 会有问题 而如果是所有人都受到了污染 那就一定是 刚才他们从进入列车 到底第一个人 离开一号车厢的这段时间 出了问题 想要验证 到底是他受到了污染 还得所有人都受到了污染 那就得找到自己 到底被污染了什么 正在苏荣思考的时候 背头酷哥 已经来到他旁边的位置 勉强维持着一个僵硬的笑容询问 乘务员 你的同伴还没死呢吧 看得出他其实一点也不想 对这个大带绿非人的家伙 有什么好脸色 但形势比人强 也只有新手 会在规则怪谈里 对原住民摆臭脸了 当然 我们列车安全可靠 怎么会有人死亡呢 乘务员露出礼貌微笑 说出来的话狗都不信 背头酷哥嘴角一抽 这要接着说些什么 一个茄子配色的男生 突然惊呼到 柱子停止了 的确 此时柱子已经停止 无规则的下落运动 整个一号车厢 回归了最开始的模样 唯一不同的是 地上多了三滩肉泥 见状 琪琪眼珠一转 指着地上那三滩肉泥 问乘务员 你不是说车厢内很安全吗 那那些是什么 是肉泥 乘务员诚实地说 琪琪 她现在也开始怀疑 对方是不是人类了 是人的话 怎么听不懂人话 那这是什么动物的肉泥 她在接在力地问道 只要能让员工自乱阵脚 他们就有可乘之机了 可能是猪鸭牛羊吧 乘务员随口道 琪琪这才突然反应过来 她根本没法证明 地上的是什么动物的肉 可不是只能任由对方胡说吗 其他人也感觉非常憋屈 他们明知道 这个该死的乘务员 在满嘴炮火车 但偏偏没法证明这一点 突然 苏蓉开口了 列车的地面上 出现猪鸭牛羊的肉泥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吧 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啼呼灌顶 是啊 列车上出现人肉不正常 但是出现猪鸭牛羊的肉泥 也不正常啊 这下这乘务员要露线了吧 下话线然而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乘务员竟然非常坦然地点点头 甚至还表露出几分疑惑来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这回众人是彻底无语了 乘务员能把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演绎到这个份上 他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反正问世绝对问不出什么来了 只有苏蓉并不觉得对方 是在靠着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敷衍他们 对方现在的回答 就和刚才自己问他车外面怎么那么黑 而对方回答外面本来就是那么黑一样 好像是在实话实说的感觉 他或许未必真心认为 人肉泥就是猪鸭牛羊的肉泥 但一定真心实意地觉得 车厢内出现肉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而这种认知本身就不正常 乘务员从柜台后面走出来 手里拿着把扫帚开始清扫肉泥 众人很快发现 他其实是在把这些肉泥往二号车厢内扫 这是什么操作 一号车厢的乘务员 就负责把自己车厢的垃圾 扫到二号车厢 颇有一种小学做值日的时候 把自己负责的那块区域里的垃圾 往其他人负责的区域扫的既视感 见状 骑子难忍不住问道 你这样做 二号车厢的人不会生气吗 如果是他自己负责的地方 被其他人乱搞 强行给他增加工作量的话 他肯定也会生气的 当然不会 乘务员理所当然地说 他们会把这些东西扫到三号车厢 众人 各种意义上的令人无语 在他扫地的功夫 琪琪已经跑到了苏蓉身边 和他凑得极近 肩膀挨着肩膀 现在怎么办啊 我们要一起再去一趟二号车厢吗 现在就剩下咱们五个人了 总得和大部队会合呀 苏蓉点点头 二号车厢是肯定要去的 但既然已经知道了二号车厢的危险 那自然要提前规避才行 他后退一步和对方拉开距离 随后问道 你再给我仔细说一下 二号车厢的墙壁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往里收缩的 就我们进去之后 没过几秒钟吧 收缩速度极快 因为急于逃跑 我不确定有没有人被急死在了里面 琪琪回答道 其他几人也点点头 他们都自顾不暇了 当然没时间关心其他人的情况 思索片刻 苏蓉站起身 走吧 我们过去看看 现在二号车厢里面没人 拥挤的墙壁应该已经回归正轨了吧 文言 琪琪一把拦住他 疑惑地问 你是不是忘记我们刚才在说什么了 那边的墙壁可是会突然压缩哎 我有办法 苏蓉一边说着 一边看了一眼他拉住自己的手 不着痕迹的迅速挣脱 他没有说大话 面对这种情况他的确有办法 超正义的翡翠卓 可以变成一堵不会被打破的墙 这堵墙自然是躺着放也行 侧着放也行 只要把它横在中央 就能保证墙壁在十分钟之内 都维持着五米的间隔 不过苏蓉并没有打算直接用这个方法 他还有些事情想测试一下 防御类道具他也不过就这样罢了 六个小时的CD时间 恐怕到时候这个规则怪谈都结束了 所以如果这时候能不用 他自然不想用掉 如果他测试失败 那也会先试试 能不能凭借着 现在经过无数次加点的速度逃出来 毕竟别人都能跑 没道理他跑不出来 实在不行的话 他才会选择使用道具 听到他说自己有办法 剩下的四人对视一眼 保持怀疑态度 苏蓉连去都没去过二号车厢 能有什么办法 他们当然知道 有些人有一些怪谈道具 但是谁知道苏蓉在不在其中之列 他说自己有办法 但是万一到时候没办法怎么办 他自己死了也就算了 他们要是陪他一起去死 那就太亏了 司机至此 小李目不作声地后退一步 摆明了是不想跟着走 琪琪看了眼苏蓉 又看了眼小李 最终笑着说道 我和你一起走 最终只有琪琪愿意和苏蓉一起 剩下的三个人都打算静观其变 如果苏蓉真的有办法的话 那二号车厢肯定会打开的 他们到时候再跟过去就行 没必要现在跟着对方一起去冒险 而琪琪则是另一种想法 他不认为苏蓉会不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 就去冒险 既然他说了有办法 那一定就是有办法 现在他有图于对方 自然应该适当地表现出自己的信任 在博得了对方的好感之后 想做些什么小动作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 其实本来琪琪都已经放弃 从苏蓉身上借运气了 他猜测对方应该是个靠实力上来的人 这样的人运气一般 好不容易死 借了完全就是得不偿失 但是刚才看到他们其他人 都在二号车厢九死一生 只有苏蓉因为要和乘务员对话 而规避了这次危险 这让琪琪突然觉得 苏蓉运气可能的确不错 既然如此 那自然不能放过这个目标 苏蓉不知道 琪琪到底有什么目的 但他能感受到对方的不怀好意 小李他们的做法是很正常的 和陌生人一起冒生命危险 是很不明智的做法 琪琪的行为才不正常 试出反常必有妖 苏蓉严重怀疑 琪琪要么是通过什么方法 得知了他比较厉害 所以想套近乎 要么就是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现在的做法是在让他放松警惕 如果是前者倒是还好说 他其实不介意 对那些积极自救的人深以援手 不然也不会帮助谢呵呵 甜思思等人 但如果是后者的话 那可就值得警惕了 心思千回百转 面上不动声色 苏蓉摇摇头 不必了 如果能成功的话 我自然会叫你们 如果不能成功 那也不会连累你 这怎么能叫连累呢 虽然是这样说 但琪琪也没在坚持 他看出来了 苏蓉确实是没把握 那他还是不要跟着去做死的比较好 苏蓉摸了摸手腕上戴着的 超正义的翡翠镯 静止走进二号车厢 此时到二号车厢里 除了一名身穿白色制服 正在扫地的工作人员之外 再没有其他人了 二号车厢与三号车厢之间 有一道关闭的铁门挡着 看不出那边的情况 地面上有一摊肉饼 看样子 当时有一个人没能成功跑出去 直接被挤死了 白色制服乘务员 就是在扫这一团肉饼 连带着的 还有刚才从一号车厢 扫进来的肉泥 就算不知道 这些其实是人肉 这个画面看上去也非常诡异 他身上一丝不苟 头发也安安稳稳地 搭拉在脑袋上 一点也看不出 刚才有被挤过的样子 事实上他现在还能出现 本来就是一件很离奇的事情了 你好 请问 苏蓉走到白衣橙物园身边 刚要说什么 就看见周围两侧的墙壁 突然以极快的速度向你收缩 此时 他站的位置 是二号车厢的正中间 以墙壁收缩的速度 他必须立刻往外跑 才能确保自己不被挤到 如果是个普通人站在这里的话 那根本不用挣扎 等死就完事了 但苏蓉没有逃跑 他依旧站在原地 和白色橙物园里的极劲 表情镇定自若 好像泰山崩于前也能面不改色 只有虚握住晚上翠绿手镯的手 表明了 他其实并没有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淡定 而旁边的白衣橙物园 却是真的淡定 他甚至依旧在扫地面上的脏东西 丝毫不慌地把他们拢到一起 这一切几乎只在转瞬之间发生 仅仅一个眨眼的功夫 墙壁就已经来到了苏蓉面前 就在他已经要打开 超正义的翡翠卓的的时候 急速压缩的墙壁突然停下 但并不是完全停下 只有他和白衣橙物园附近的地方停下来了 其他地方的墙壁依旧在合拢 发出喷的一声巨大的撞击声 这个声音听的人心里一颤 也难怪二号车厢里会有一摊肉饼了 这个力道 无论是谁 恐怕都是要死的 在上一次撞击中没死 纯粹就是因为墙壁撞击时避开他了 话说这墙壁竟然是软的吗 还能自主凹陷下去一块 暂且忽略掉这个槽点 苏蓉带着微笑 看向白衣橙物园 继续刚才的话题 请问这墙壁的收缩有什么规律吗 规则里有提到 可以向白衣橙物园求助 这条规则没错 也就是说至少在四号车厢之前 白衣橙物园都是调查员阵营的 在他身边或许能得到保护 现在猜测被证实了 在其他地方都会被墙壁挤死 唯有白衣橙物园身边没有问题 规律 白衣橙物园想了想之后回答道 就是有人进来 墙壁就会收缩 过一会儿就会变回去了 那为什么你没事 那些墙壁再要碰到你的时候 就停止收缩了 见对方真的愿意回答自己 苏蓉顺着杆子往上爬 连忙又问道 橙物园怂怂肩 开笑时的说 可能是因为我比较硬吧 墙壁挤不死我就不是了 文言 苏蓉微微猝起眉 这句话好像在暗示什么 反正肯定有隐藏意思 这个白色制服的乘务员 是在暗示他不是人吗 是人的话 硬度不都是一样的吗 还是说此应非彼应 二人说话间 墙壁果然像乘务员刚才说的那样 自动缩回去了 苏蓉信守承诺 对着一号车厢那边喊道 可以进来了 很快 几个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脸上都带着显而易见的惊讶 刚才墙壁合拢的声音 他们已经听到了 苏蓉没有从里面出来 在他们看来就两个可能 要么他从另一边出去 前往三号车厢里 要么他速度不够快 直接被挤死在了里面 结果苏蓉竟然还完好无损地 找二号车厢 这完全超出了几人的预料 来我旁边 围着这位乘务员站 苏蓉言简意该地指挥道 待会墙壁还要再闭合一次 听到这句话 几人立刻表现出了 调查员强大的行动力 纷纷靠近白衣员工 把他围成一个圈 从苏蓉的话中 规则上说的 白衣成务员会帮助他们吻合了 苏蓉本人还健全 就是这个结论的最好证明 哪怕墙壁飞速靠近的画面 很让人恐惧 但几人还是闻思不动 相信墙壁会暂停 毕竟苏蓉也在这里站着呢 他总不可能自己害自己 虽然大家都这样笃定 但在墙壁真的停止的时候 还是不由自主地 大大松了一口气 看着墙壁靠近的那种压迫感 真的很大 但凡胆子小一点 都忍不住冲出去了 好在调查员就没有胆子小的 不然恐怕就是白白送死 小明 你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呀 琪琪突然一副好奇模样的问道 就是靠近乘务员能规避伤害这件事 也是在和他聊天的时候 正好发现的嘛 对于自己没什么好感的人 苏蓉自然懒得解释 随口敷衍 猜得 然而琪琪好像是一副真的信了的模样 若有所思的低下头 这样啊 苏蓉没有管琪琪在想什么 静止走到墙边 伸手摸了摸墙壁 刚才这墙遇到白衣乘务员 就凹陷下去 看上去是软的 但是现在摸起来 却又分明硬的不行 此时其他几个人 也开始在这车厢里观察 小李走到对面三号车厢的门口 试图拉门 白衣乘务员突然提醒道 这扇门拉开了 就必须得进去 文言 小李猛地缩回手 他突然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去了三号车厢的人 都没有回来呢 打开这扇门 会不会就像打开潘多拉磨合一样 出现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 小李是彻底不敢开门了 他也不敢得罪这个 可能能帮助到他们的乘务员 只好回来 接着在二号车厢寻找线索 苏蓉若有所思地盯着那扇门 就听见旁边的琪琪好奇地问 小米你在看什么呀 我在想三号车厢的人为什么不回来 这是一条单行道吗 文言 琪琪也皱起眉 看向那道门 而小李则是连忙点头 对对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他刚才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 才没敢再开门 万一开了回不来可怎么办 只是开门的那个人必须进去吗 苏蓉看向乘务员问道 见对方点头 他立刻道 那就一个人开门 另一个人帮忙拉着门 这样就算进去的人不能回来 外面的人好歹也能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而且过去肯定不是死路一条 不然那就不是规则怪谈了 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没错 其实就算进去出不来也不一定会死 而且其实也不一定真的出不来 苏蓉给出的方法合情合理 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但是问题在于 谁去开门 必须得承认的是 开门的那个人一定会承担最大的风险 苏蓉不打算站出来 他是来通关规则怪谈的 又不是来扶贫的 总不能需要智力的事情他做 需要冒险的事情也让他做吧 好在其他几人心里也清楚这一点 都没有要求苏蓉做什么 互相扯起皮来 最终是茄子小哥被迫站了出来 酷哥负责 在他开门之后保证门不被关上 对于他们的做法 全城百一乘务员都不发一眼 好像他只是刚才出于好心 才提醒了那么一句一样 琪琪忍不住询问城务员 这样做是可以的吗 会有什么问题吗 城务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歪着脑袋问了一句 需要帮忙吗 我可以帮你们开门 文言 琪琪眼前一亮 刚想开口 却被苏蓉直接打断了 不需要 虽然被苏蓉拒绝了 但城务员还是看向琪琪 如果他说需要 那效果是一样的 他为谁服务都可以 犹豫了一下 琪琪也选择拒绝 然后小跑到苏蓉身边小声道 为什么要拒绝呀 同样对此感到不理解的 还有酷哥和茄子男 他们俩是待会儿要去开门的 如果有人能代替的话 那自然最好 不过都参加过很多规则怪谈了 自然没有性子特别急的 虽然很希望能让城务员帮忙 但还是选择先听一下苏蓉的解释 苏蓉耸耸肩 他开门 他出去了 这个车厢里还有城务员吗 此言一出 其他人立刻理解了他的意思 的确规则七说了 本趟列车共有六节车厢 每节车厢至少有一名城务员 如果该车厢内没有城务员 请迅速退出 如果白衣城务员开门出去了 那还留在二号车厢的其他人 一定就遇到巨大的危险 茄子男终于放弃找人帮忙了 无奈地道 得 还是我来吧 我现在开门 你们在旁边准备好 他的行动力很高 下了决心之后直接站到了门边 手扶着门把手 酷哥赶忙站到门后面 确保一旦茄子男发生什么事情 他能及时拉住门把手 茄子男咬紧牙关 猛地一开门 下一秒 他几人立刻凑了上来 与门口隔着一段距离 探头探脑地观察里面的情况 三号车厢是一个非常窄的车厢 大概连一个人都过不去 但墙壁肉眼可见的是软的 茄子男被柔软的墙壁挤在里面 几乎快要不能呼吸了 他仗红着一张脸 向苏荣等人求救 我 我出不来 前面的墙壁好像变硬了 只有后面的还是软的 也就是说 现在只能往后走去四号车厢 不能回来 想必这也是那些人都没有回来的原因 苏荣走过去 用手拉他 试图把他拽出来 但就像他说的那样 这边的墙壁是硬的 根本拉不出来 总不能指望 把一个半米宽的人 从五厘米的墙壁中拉出来吧 这种事也就小猫咪能做到 我不会出不来了吧 茄子男一脸绝望 背头酷哥露出无语凝噎的表情 你还可以去四号车厢 傻了吧你 茄子男 是哦 他忘记还有这茶了 看看你那边有没有乘务员 苏荣突然开口道 这么小的地方真的会有乘务员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茄子男现在就危险了 茄子男也意识到这一点 紧张地往里走 他的身形 很快就淹没在柔软的 仿佛肉壁一样的墙壁中 连声音也被吞噬 不再出现一点声音 人呢 还在吗 等了一会没听见动静 小李小心翼翼地喊他 然而茄子男完全没有回音 好像真的已经消失不见了 喊了几声之后 他转过头来有些惊恐地问 怎么办 他消失了 那边不会真的没有服务员 就等着我们自投罗网吧 怎么办 当然是找人帮忙了 苏荣转头看向白衣乘务员 你能和我们一起进去吗 当然 这正是我应该做的 乘务员理所当然的点点头 直接走了过来 苏荣仲没看着他 在刚才他主动提出 要去开门的时候 他就已经明确了 对方并不是什么 调查员阵营的好人 在第四号车厢不是 在四号车厢前也不是 他或许只是迫于规则的约束 才要帮助调查员 但本身并不是想帮助调查员的 中途使绊子是常有的事 不过刚才他说 这正是我应该做的 这句话很值得人深思 深思的点并不在于 他说的这句话的内容 而在于这句话 好像是故意说出来的 有种浓浓的刻意感 一个并不是 调查员阵营的原住民 他能透露出来的线索 一定都是不经意间透露的 像这种明目张胆往外说的 总有种是在 故意诱导调查员的感觉 但是他的目的 苏荣一时间却无法分清 其他几个人 倒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听到乘务员说他能帮忙 他们立刻就想到了 刚才二号车厢墙壁收缩的时候 乘务员只是站在那里 墙壁就会自动停止收缩 那他进入新的三号车厢的时候 甚至也会这样呢 这只要他进去了 那么三号车厢 无论之前有没有乘务员在 现在都一定有了乘务员 至于他刚才说的 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另外几人也都注意到了 他本来应该做的 也就是说他本来的工作就是这个 就是让墙壁收缩 听起来不像 好像还有更深层的意思 目前为止 这个列车的每一节车厢 都透露出一股古怪 根本就不像正常车厢 但这里明明是规则怪谈 遇到的危险 却都只是一些物理上的危险 与众人以往的认知都不太一样 这种暴风雨前的宁静 让众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些不安 他们到底是忽略了什么呢 他们先开门走了进去 等所有人都进来之后 白衣乘务员才走了进来 随着他走进来 那些墙壁真的往后迅速退去 流出一个足以让一人通过的窄道 果然墙壁会避开白衣乘务员 没走多少步 墙壁突然大范围后退 退出了一个更大的空间 在那个空间里 一个穿着红色制服的乘务员 正坐在椅子上 这个车厢里竟然有乘务员 那就意味着他们刚才想象的危险 其实并不存在 茄子男可能知道 单纯是被空间隔开了 而不是发生了什么危险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现在可能已经进入了四号车厢 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雨衣 毕竟这红衣乘务员藏的地方 还挺隐蔽的 小李想到 下一节是四号车厢 连忙走到红衣乘务员面前 我们想买雨衣 红衣乘务员早有预料的点点头 拿出几件蓝色 能罩住全身的塑料雨衣 一件五十雨衣怪谈币 这个价格并不贵 四人都完全能接受 其实经历的规则 怪谈多了就会发现 怪谈币真的蛮重要的 没有不一定会死 但是有了一定更方便 就像这个雨衣 规则上其实也只是建议调查员买 没说必须买 也就是说 就算不买也是可以的 但是无论是谁都知道 有雨衣一定比没雨衣安全 四号车厢漏水 但漏水这件事情 本身其实也不需要穿雨衣 既然规则这样规定了 苏蓉猜测 四号车厢里漏的 可能不是普通的水 或许是酸雨也说不定 有钱有有钱的玩法 没钱有没钱的玩法 如果没有雨衣 就必须要费尽心力的躲雨 忙中出错 还是破财免灾的好 虽然五十怪谈币不贵 但背头酷哥还是有些肉痛 他没什么赚钱的能力 受伤的怪谈币 也都是偶然得到的 花了就没了 看着其他人大大方方的掏钱 他忍不住问道 你们哪来的这么多怪谈币呀 搞得好像全世界 只有我一个人缺钱似的 你不知道吗 琪琪露出诧异的神色 论坛里有教学 酷哥 苏蓉 小李也理所当然的点点头 是啊 我就是看教学 寻找适合我的赚钱方法 虽然赚的不多 但聊胜于无 好歹五十怪谈币 还是出得起的 这下酷哥的真的要伤心了 难道全世界 只有我一个人 不知道有这个教程吗 强行赚钱 恐怕手上根本没有怪谈币 但是其他看上去 没经历过多少次 规则怪谈的调查员 竟然也总能拿出一些钱来 现在看来是论坛帮了他们 而自己竟然傻乎乎的 什么也不知道 论信息的重要性 是他大意了 酷哥和苏蓉同病相连 两个人识去的不再问了 等出去之后 他们自然会去论坛 查看赚钱方法 现在就不耽误时间了 换上雨衣 四人走到门口 对着身后跟着的白衣乘务员道 你就留在这里 不用跟进去了 你们打开门 这里的所有人都要进去 乘务员淡定的回答道 一点也不在乎他们的拒绝 就像他说的 打开门之后 他们也无暇顾及他了 下话线 那你就回到原来的二号 小李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苏蓉拦住了 他皱眉道 如果他回到了二号车厢 我们可就没法回去了 三号车厢如果没有白衣乘务员帮忙开路 那就是铜墙铁壁 根本穿不过去 所以他必须留在三号车厢 给他们留一条退路 我们总不能让他跟着去四号车厢吧 齐齐众没说到 规则里已经明确说了 不要让他进入四号车厢 真要进去了 恐怕带来的危险 不会比不能回到一号车厢来的小 酷哥突然想到什么 看向另一个红衣乘务员等等 如果所有人都会进去的话 那你怎么还留在这里 因为我随时可以不在这里 红衣乘务员回答道 什么意思 在其他人一头雾水的时候 苏蓉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因为他会被墙壁包裹起来 相当于形成了另一个空间 所以不会被吸进去 苏蓉看向白衣乘务员 既然如此 你们在一起不就好了 等我们回来有需要的时候 你会出现的吧 毕竟你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 听到他的话 白衣乘务员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果真和红衣乘务员站在了一起 众人这才放下心来 由小李带头打开了四号车厢的房门 一开门 这里就传来了一股巨大的吸力 把在外面的所有人都吸了进去 好在没什么危险 他们只是到了四号车厢而已 四号车厢终于又重新宽敞了起来 看上去和一号车厢没什么区别 车内也有很多椅子 唯一的不同是 这里好像一货水连洞一样 地上有很多透明的液体 墙壁上也往下流淌着透明液体 之前一直没有遇到的人 在这里终于重新见到了 茄子小哥 番茄女 还有两个调查员都坐在这里 其中番茄小哥根本没穿雨衣 正在椅子上跳动着躲避透明液体 剩下的几个人则穿着雨衣 安心地在椅子上坐着 听到门口传来的动静 几人一起望过来 随后眼前一亮 茄子小哥猛得起身 你们终于来了 怎么过来的 有没有带那个白衣乘务员 下话现我们 把他留在三号车厢了 琪琪回答道 你们又是怎么回事 怎么都留在这里 这句话他主要是在问茄子小哥 毕竟这家伙当时因为太急 根本就没穿雨衣 这个车厢对他而言 看上去就很困难 还不如接着往后走 茄子小哥苦着一张脸 这你得问他 他说的是番茄女 见众人看向他 番茄女双手插兜 这两个地方给我的感觉都很不好 后面是一片好像迷宫的地方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危险 也不知道有没有乘务员在里面 不过如果你们想进去的话 我自然不会阻拦 说完他就瞥开眼 不再说话了 苏蓉意外的挑挑眉 他本来以为对方是个独行侠的 没想到竟然还愿意好心提醒其他人 苏蓉数了一下人数 发现除去死亡的那四个人之外 还剩下三个人 还有三个人去哪了 没听你的劝告直接进去了吗 番茄女怂怂间 两个没听我的劝告直接进去了 还有一个最开始走的 我没遇上 也不知道死没死 文言 最开始就和他有矛盾的小李 忍不住冷笑一声 你就这么期待调查员死 我看你怕不是反社会人格吧 眼见着他们俩又要吵起来 琪琪趁机靠近苏蓉 之前一直在赶路 他都没时间动手 现在总算有机会了 苏蓉几乎是第一时间 感受到了琪琪的动作 之前看对方很安生 他还以为是不打算搞妖娥子了呢 现在看来 他是还没放弃希望 懒得和对方扯皮 他直接拿出自恋小姐的镜子 直接对到女生脸上 这个道具的强大之处 顿时表现出来 琪琪痴迷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一副不可自拔的样子 你在干什么 背头库哥惊讶地问 你对琪琪使用了怪谈道具 听到他的话 其他几个人也立刻看了过来 见库哥没说错 立刻齐刷刷地站起来 警惕地围住苏蓉 不让他有机会逃跑 他们互相之间有矛盾是一回事 但是公然出手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在规则怪谈中 调查员能随意大打出手的话 那根本不用他忙活 人类自己就能把自己搞团灭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苏蓉不慌不忙地说 不过在那之前 别打扰我好吗 众人面面相去 没敢说话 也不敢动作 当时番茄女看着苏三荣冷冷地说了一句 如果他死了 你也得死 说完就坐到一旁闭目养神去了 他现在不打算往后走 因为后面给他的感觉很不好 反正前面至少已经过去两个了 如果他们回来了 就问清楚后面的情况 如果没回来 那就从长计议 反正这个规则怪谈没有固定时间 不用急于一时 至于刚才对苏蓉说的那话 倒不是因为担心琪琪 只是单纯地为了维护自身安全 滥杀的人被人杀死 这是非常合理的吧 令人紧张的三分钟一过 苏蓉迅速把已经被控制住的琪琪收入镜中 然后放了出来 在其他人差点因为刚才琪琪的突然消失 而要动手的动作中 镇定自若地问 你一直接近我有什么目的 一 想要借你的气韵 已经完全被控制住的琪琪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此言一出 周围人的目光顿时变了 甚至还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借气韵 这怎么听都不是一件好事啊 甚至可以说 这个词听起来就很邪恶 跟杨小鬼似的 如果琪琪说的是真的 那她现在被控制就绝对是自找的了 心中已然有部分预料的苏蓉挑挑眉 具体说说 借了有什么用 以及你要怎么借 琪琪简单把借气韵的能力说了一遍 随后回答第二个问题 只要持续和目标之体接触五秒 就可以发动技能 这一通问题下来 所有调查员看琪琪的目光都变了 本来以为是只小白兔 结果是打算纠占雀巢的揪 运气这种东西 别管自身运气好坏 反正是绝对没人愿意分给别人一半的 尤其是在这样极度危险的规则怪谈中 少了一点运气都可能导致死亡 琪琪这个技能 分明是要拿他们的命去给他自己铺路 而这无疑是犯了重怒 但还有一件事需要确认 小李谨慎地问道 小明 你那是什么道具 苏蓉歪了歪头 并没有把自恋小姐的镜子里的真实能力说出来 而是回答道 一个让人实话实说的道具 信不信有你们 这种事情就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况且苏蓉没道理骗人 做这种百害而无一例的事情 对她有什么好处 于是当琪琪被解除封印的时候 映入眼帘的就是所有人敌视的目光 还有之前记忆的她心下猛的一尘 勉强笑道 我说我刚才其实是被她控制了才说的那些话 是小明她故意陷害我 你们信吗 那么问题就来了 茄子小哥脸上带着故意而为之的疑惑 小明她为什么要陷害你 琪琪心太崩了 正是因为想不出这个问题的解释 她才那么心虚的呀 好吧 的确就是你们听到的那样 琪琪摊牌了 你们想怎么做 证据确凿 她没有不摊牌的道理 番茄女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 这个画面是很奇怪的 小小的口袋里 竟然能抽出一把两米长的大砍刀来 那难道是什么哆啦哀梦的口袋吗 这把刀上面隐约可见带着闪烁的电光 哪怕没有打在自己身上 也有种麻痹的感觉 任谁都不会怀疑这个武器带来的威力 苏容了然 难怪番茄女刚才敢直接说 如果琪琪出问题就杀了她 果然是有点底气在身上的 这个道具可比她的是灵产看上去高级多了 但是灵产更偏向功能性道具 与她其实更加适配 你们不能 琪琪顿时慌了 她忘记了队伍里还有这样的狠人 本来她想着的是 毕竟她还什么都没有干 这些人应该不会杀了她 最多也就是远离她 自己也不是没有底牌 只要能撑过这个规则怪谈 出去之后还不是天高任鸟飞 然而番茄女连刀都掏出来了 给她吓得连忙自救 我只是吸走一点气韵 又不是杀人 你们不能杀了我 你当我们不知道你那么做的后果吗 番茄女冷笑道 规则怪谈本来就危险万分 少一半的气韵的后果大概率是死亡 尤其是琪琪找的 专门是那种运气不会特别好 但的确能靠运气通关的人 那样的人失去了运气 等待他们的几乎注定是死亡 他没有直接杀人 但行为已然和杀人无异 小李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有谁有合同纸吗 直接让他出去之后自首好了 他毕竟没有动手 我们也不好杀他 调查员在规则怪谈里杀人这件事情 政府是不会管的 毕竟大部分调查员杀人都是为了保命 对于合理的竞争政府是不会管的 但是那种疯狂杀人的杀人魔 哪怕是在规则怪谈中干的事 如果有证据的话 政府也不会置之不理 调查员是珍贵的战略资源 如果真的有证据证明 对方故意杀了很多调查员 那这个人最高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 事实上 这样的人如果真的被发现 规则怪谈里的调查员 也不会任由他们活下来的 这种事情直接杀了 属于是替天行道 大快人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规则怪谈里就是江湖规矩 就像番茄女刚才说的 琪琪的行为会导致什么后果 大家都能想明白 把她交到政府手上 肯定能得到合适的结果 然而番茄女不愿意 有什么必要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你能保证她 接下来不搞幺蛾子 我能我能 见事情有转机 琪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保证 我真的绝对不会与你们为难 等出了这个规则 怪谈我就去自首 哟 何痛指 再难道你们还担心吗 求求你们不要杀我 别葬了你们的手 不得不说 这家伙倒当真是能屈能伸 连杀我葬了你们的手 这样的话都能说得出来 不过她这样的话 却让苏龙眯起眼睛 是真的有什么办法呢 四季至此 苏龙直接到 把她绑起来扔到一号车厢 让她死在规则怪谈里 就不脏我们的手了 夜长梦多 她还是直接让对方 死在规则怪谈里比较好 琪琪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她也没想到苏龙能这么狠心 不是 没必要啊 真的没必要 她楚楚可怜 一副不能理解的样子 交给政府不是更好吗 你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青年吧 反正结果都一样 就不麻烦政府了 苏龙怂怂肩 看向非常满意她的方案的番茄女 番茄女会议 果真拿出一捆绳子来 兴冲冲地直接绑住琪琪 琪琪还想挣扎 却完全逃不开 被番茄女武力镇压了 苏龙就知道 一个以武力值为优势点的调查员 身上肯定配备着绳子 这就像作家兜里 一定带纸笔一样 在她绑人的过程中 小离忍不住说道 其实没必要吧 感觉我们是不是有点 阅祖带袍了 虽然嘴上这样说 但她却没有要阻止 苏龙没有解释太多的意思 毕竟琪琪可能有别的办法 逃脱和痛指的制裁 这种事情也是她猜的 所以她只是歪了歪头 她想搞的目标是 我你知道吧 小离无言以对 最终只能冲琪琪耸耸肩 是以她已经尽力了 就像苏龙说的 琪琪的目标是她 不能因为阴谋提前被发现了 就忽视这一点 换句话说 最有资格惩罚琪琪的就是苏龙 自然是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看出事情已经没有转机 除了小离之外 剩下的几个人 根本不愿意为她说话 还有一个人虎视眈眈的 想要当场斩杀自己 苏龙的安排 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琪琪低着头 咬牙思考自己该怎么办 她不想死 正如苏龙所想 她的确有针对和痛指的方法 只要离开这个规则怪谈 什么都束缚不了她 但是如果真的死在 规则怪谈里 那死了就是死了 正在她思考的时候 五号门那边的车门被推开 三个人走了回来 这三个人 正是刚才消失前往 五号车厢的三个人 看到他们竟然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所有人都露出诧异的神情 小离很快反应过来 欣喜地问道 你们在那边遇到了什么 三人的脸色都微微有些发白 为首的那个人 也就是离开最早的那个人回答道 五号车厢是一个迷宫 里面错综复杂 好像还有什么迷香 会让调查员脑袋晕晕的 分不清方向 我差点没出来 她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随后又露出自信的微笑 不过我已经通过过一次了 刚才还成功把他们俩带到了六号车厢 你们放心跟我走 我一定能把你们也带过去的 文言 小李大喜过望 真的吗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通关线索 六号车厢去过了吗 那边有没有车头 男生摇摇头 没找到车头 但是我感觉通关的方法就在六号车厢 因为怎么也找不到线索 所以我这不是才带着回来找你们了吗 那太好了 你赶紧带我们 小李的话刚说到一半 就听见番茄女冷声问道 六号车厢里有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 男生挠了挠头 随后回答道 实不相瞒 那里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间空房间 不过正因如此 我才觉得通关方法就在里面 一个空房间 的确孕育着无限可能 背头裤哥竖起大拇指 太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看看吧 要去你们去 反正我不去 番茄女双手环臂站在一旁 可以看出 她对后两个车厢 有非常强烈的抵触情感 茄子男小心翼翼地问 你是有什么预测急凶的道具吗 五 六号车厢会遇到危险 这个猜测让番茄女瞥了她一眼 没有回答她到底 猜没猜对 只是说道 反正我劝你们不要去 当然听不听随你们 都有三个人安全回来了 我不懂你在顾忌什么 一个之前听了劝 没有跟过去的人不解的问 说实话 她现在已经有些后悔了 我知道 刚才还不如直接跟过去 没准能一举找到出口 离开这个规则怪谈 那两个当时就没听劝 直接跟过去的人则 不约而同地一起点头 说出来的话也是一口同声 就是就是 还好我们当时过去了 不然都没法明白胜 生存在这个列车上有多难 对吧 领头的男人即使打断了他们的话 并微笑着补充道 那两个人立刻点点头 感激地看向领头男人 对没错 就是这样 五号车厢 要不是赵哥的话 我们根本没法通过 指不定就要迷失在里面了 赵哥也就是领头男人的名字 看着他们的互动 苏荣露吃若有所思的神情 突然问道 你们有谁有钟表类怪谈道具吗 看谈现在什么时候了 小李露出万表看了眼 离我们来到这个规则怪谈 已经过了快一个小时了 不得不说 手表这类怪谈道具很稀有 但也是人人都屈之若鹜的 据说滴答集团 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研究 要是真研究出来 那就直接发达了 看到小李竟然有表 众人都露出羡慕的神色 苏荣暗叹了一声 自己那么多道具里 竟然连一个时间类道具都没有 随后说道 先回一号车厢 餐车要来了 这是之前一号车厢的乘务员告诉我的 你们不想错过那个吧 文言 众人决定还是先回一号车厢 轻重缓急 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 他们还分得清 番茄女低头看向脸色惨白的琪琪 单手把她提了起来 但这位就由我带走了 之前他们说好的 要把琪琪送到一号车厢里赴死 这也是琪琪在听到 他们要回去的时候 脸色如此苍白的原因 她咬着下唇 近乎哀求地看着众人 能不能别这么做 我也只是想活下去而已啊 我保证这个规则怪谈 绝对不对 你们动手 你们就放过我一码吧 琪琪也只是做决定的是苏荣 说话的时候都是在看着她的 苏荣看了她两眼 坚定地吐出一个字 不 放过她是不可能放过她的 哪有侦探破完案把犯人放走了的 琪琪不可能放弃使用这个技能 也就是说 一旦放过她 一定会有更多人受害 于情于理她都没道理放人 看着琪琪变得怨毒的眼神 苏荣歪了歪头 让我猜猜 接下来你就打算诋毁我了 她可见过太多被拆穿真相的犯人 露出这样的表情 接下来如果能行动的 就要抱起伤人了 不能行动的 要么破口大骂 要么试图用一些话来激怒她 果然 琪琪露出假笑 我怎么会诋毁你呢 只是有一件事情 我很好奇 希望你能在我临死前 满足我的好奇心 说 苏荣其实已经猜到她要说什么了 你那个像镜子一样的怪谈道具 她的作用好像不是能让人说真话 而是能控制别人吧 正如苏荣所料 琪琪故意大声问出这句话 吸引了其他人都注意 见其他人都看过来了 琪琪更加得意 她自己不好过 也绝不能让苏荣好过 人类就是这样的 当感受到有人能造成威胁的时候 尽管对方根本没有理由伤害他们 也会不由自主地远离危险人 在他们知道 苏荣随时可以控制他们之后 难道真的还能一如往常地拥护她吗 如果苏荣被其他人远离害怕 她还能这么从容淡定吗 恐怕连这个规则怪谈都活不过吧 奇奇不乏恶意地想 苏荣耸耸肩 一副有些遗憾的样子 是啊 可惜这个道具 在一个规则怪谈里只能用一次 为了你我浪费了这么有用的一个道具 你还是安心去死吧 文言 众人理解的点点头 这么厉害的道具 在一个规则怪谈里 只能用一次是非常合理的 要是苏荣说能用很多次 他们才不信呢 本来打算挑拨离间的奇奇 听到苏荣的回答 刻意做出来的无辜表情将在脸上 他们想到 苏荣竟然不是辩解自己的道具 不能控制别人 而是直接承认了 并在另一个地方 给这个道具增加了限制 实话说 对于苏荣说的这个道具 在一个规则怪谈里 只能用一次 他是半点不信 以他对苏荣的了解 对方不是一个会浪费资源的人 为了让他说实话 就浪费一个这么有用的硬控类道具 那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但他没法反驳 毕竟他又没有证据 刚才的问话如果能成功 其他人就算怀疑他是在挑拨离间 害怕的种子也会种在心里 但是现在再说的话 那就纯纯是挑拨离间 正常人都不会理会的 思极至此 奇奇脸色惨白 又不说话了 目睹了一切的番茄女看向苏荣 果然还是直接杀了比较什么事吧 的确是这样 苏荣眨眨眼 看向奇奇 非常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问 你选择哪个死法 他的刀很锋利 应该不会造成什么痛苦 奇奇 这世界上还有什么 比选择自己的死法 更残忍的事情吗 他不说话了 摆出一副非暴力不合作的样子 苏荣抬头简单的说 那就直接杀了吧 这话说到番茄女心砍上了 他眼前一亮 刚要抽刀 就听见赵哥开口询问 他怎么了 为什么被绑在这里 你们要杀他吗 他一个大活人被绑在那里 按理说 一般人都应该先问两句 但是这三个人没有 他们从出现到现在 一直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劝其他人跟他走 甚至都没有闲心关心别人 这很不正常 哪怕对方是刚九死一生回来 一看见同伴们出现内乱 就算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 都一定会下意识的 先询问奇奇的情况 小李等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细节 热心的为他解释了一下 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是很容易接受现实的人 现在已经不再去为奇奇求什么情了 现在死 还是待会儿去一号车厢死 对他而言都是一样的 听完前因后果之后 赵哥想了想突然说到 还是等他去了一号车厢 让他在那里死亡吧 不是说不要脏了你们的手吗 我觉得很有道理 文言 番茄女皱眉刚想说什么 就被苏蓉拦住了 他笑着点点头 当然可以 大功成的请求总要听一听的吗 赵哥露出满意的笑容 显然苏蓉的恭维对他很有用 而番茄女则是露出不解的表情 在收到苏蓉故意传递出来的 奇怪的眼神之后 最终选择了兼莫不语 他不理解 但是他懒得多管闲事 反正就算琪琪最后活下来了 也伤不到他 反程的路比来时的路要顺利一些 打开三号车厢的门 背头酷哥站在外面喊了一下 乘务员 你们在吗 墙壁如洞间 两个人的身形展现出来 分别是红衣乘务员和白衣乡员 看着如洞的墙壁 苏蓉眉头紧皱 心中隐约有了一个猜测 萧华列车 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暗示不是吗 在看到白衣乘务员还在的时候 背头酷哥松了一口气 随后请求道 乘务员点点头 带着他们不紧不慢地走到了二号车厢 几人又马不停蹄地进入了一号车厢 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只有琪琪被随意地摆在了一个没人的椅子上 只等柱子落下就会死亡 赵哥走过去和琪琪聊天 言语间满是对他行为的惋惜 好像真的很难过于他误入歧途一样 然而苏蓉却注意到 随着他们俩的聊天 琪琪面朝着的方向 此时窗外风景很好 请尽情欣赏 通过污染提示器 可以得知这条规则的后半段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 在隧道来的时候不应该看向窗外 赵哥特意把琪琪调整成这个姿势 让苏蓉终于确定了心中的猜想 赵哥有问题 他可不信对方是不小心的 这种行为太过于巧合 正好让原本斜着放的琪琪面朝窗户 分明是有预谋要这么做的 要么赵哥最开始就有问题 要么他在去五号车厢之后被污染了 结合前面的情况来 苏蓉认为是第二种 此时的赵哥恐怕已经和当初的黄桃一样 完全沦为了他的俘虏 而另外两个被他带领着通过五六号车厢的人 恐怕也没能幸免 按照这样来推断 赵哥的行为就很值得探究了 以至如果他不管琪琪 琪琪是肯定会死的 这本身也符合他的预期 没必要导什么乱 那么赵哥为什么非要特意调整琪琪的姿势 让他看向窗外呢 稍微一想 苏蓉就意识到两种可能 要么是在隧道来临时 看向窗外这个行为 会增强他的力量 要么是这个行为 能让琪琪也变成和赵哥一样的污染者 但无论是那种 他都不可能让对方如愿 苏蓉直接走过去 把琪琪转了回来 面对他疑惑的目光 苏蓉没有解释什么 只是扬声道 我感觉马上隧道就要来了 以至他们进来没多久 柱子就会落下 那么赵哥选择在这时候 把他转向窗外 就证明他有信心 隧道会在这段时间内出现 规则六的后半段 我怀疑是错误的 看到其他人 都被他刚才的话吸引了 苏蓉这才放出了 这个重要消息 文言 众人露出疑惑的表情 赵哥率先开口 你怎么知道 我是说 外面没准真的有重要线索呢 你要是不确定的话 不要乱猜呀 不 我很肯定 苏蓉笑眯眯的说 其实这一点不难想到 我们总是会看向窗外的 这件事情 根本没有任何难度 如果真的是看向窗外 能带来线索 那规则里 其实完全没必要提到这一点 此时小李等人 已经露出恍然的神色 但还有几个人没听懂 一脸迷茫 他只好进一步解释到 只有通过隧道时 看向窗外会带来危险 规则才会提到这一点 同样的 他才会动用能力改动这一点 所有人都认可了他的解释 顿时都不再看向窗户 有个人慌张地问 我之前一直盯着窗户外面看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小李想了想 也有些不确定地说 我刚才好像也经常看窗外来着 不应该没有隧道呢吧 不然我现在恐怕早就出问题了 说到这里 他突然想起什么 对了小明 你刚才说隧道就要来了 我猜的 苏没有直接把赵哥暴露出来 一是他没有足够的证据 二是他还想留着对方 看看对方想干什么 赵哥想干的事情 就是他们不能干的事情 而被绑着的琪琪 则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回忆了片刻 突然瞪大眼睛 惊讶地看向苏蓉 在苏蓉解释完之后 他就明白 苏蓉刚才把他挪动方向 是为了不让他往窗外看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他都已经要死了 话说最开始 他根本就不是朝向窗外的吧 意识到这一点的琪琪 立刻想起来了 是赵哥把他移过去的 当时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现在知道真相后 就感觉细思极恐 赵哥有问题 想到这里 琪琪连忙仕途和苏蓉对话 如果苏蓉没有发现赵哥的问题 那么他点出这一点 没准能救自己的命 许 明白他的意图 苏蓉比了个虚的手势 示意他不用多说 一看他这样子 琪琪顿时明白 苏蓉已经知道赵哥有问题 顿时露出哀求的神色 这个规则怪谈需要我 你应该明白的 我们不能损失太多人 不然后面 虽然他语焉不详 但是苏蓉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既然这个规则 怪谈有污染者的设定 那么正常调查员 自然是越多越好 不然等污染者的人数 超过调查员的人数 那可就真是形势不由人了 苏蓉也在思考这件事 放过琪琪的话 不但知道内情的调查员会变多 而且琪琪肯定会愿意 帮他指证赵哥三人有问题 而一旦他拒绝 对方一定会破罐子破摔 要么给赵哥信息 来给他们使绊子 要么直接把自己 也变成污染者 但苏蓉非常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放过琪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对真相的蔑视 想了想 他勾起嘴角 好吧 你说的对 说着 他看向番茄女 给他解绑吧 我打算还是按照小李说的 让他出去之后 自首好了 为什么 番茄女露出诧异的神色 没想到苏蓉竟然突然叛变 在琪琪马上就能受到制裁的时候 一些无法拒绝的理由 总之先把他放出来吧 苏蓉双手合十 用口型做出四个字 事关通关 番茄女看懂了 敏敏纯 快速把绳子收回来 琪琪揉了揉手腕 表情欣喜 小声对苏蓉道 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我们现在是否要直接 苏蓉摇摇头 先看看他要做什么 其他人也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动作 小李疑惑地坐在原地问 怎么把琪琪放了 之前不是说要让他死在这里吗 他拿了好处和我进行交易 既然受害者是我 那我应该有原谅对方的权利吧 苏蓉笑咪咪地问 对于这一点 小李又开始纠结了 想了想之后 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他出去之后 还是要自首的对吧 如果他不自首的话 那在小李看来就有些不妥了 苏蓉点点头 转头看向对方 待会儿去二号车厢 我们聊聊 顺便签一下合同 死里逃生的琪琪自无不允 连忙点头 赵哥皱着眉 看着他们的互动 突然说道 但是这样不太好吧 虽然琪琪最开始是想害你 但实际上他的存在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 都是一种威胁 放过他这种事 应该由所有人一起做决定吧 文言 苏蓉歪了歪头 只要不让他碰到你不就行了 难道你连这点都做不到吗 说到这里 他转头看向琪琪 对了 你的这个技能 是只要触碰五秒 就会自动发动 还是触碰五秒之后 可以选择性发动 自动发动 并且在一个规则怪谈里 只能发动一次 琪琪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在他看来 这个规则怪谈里 根本没机会发动技能了 自然没必要撒谎 这个回答 让苏蓉嘴角的笑意微微扩大 他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看向赵哥 还有什么问题吗 见其他人 都没有对苏蓉的决定 有意义的样子 赵哥的脸色有些难看 但还是笑着回答 没问题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的话 那我也没意见 闹剧结束 所有人都老老实实地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靠近乘务员位置的茄子男 忍不住问起来 乘务员 餐车什么时候来呀 我都饿了 应该马上就来了 乘务员的话音还没落下 众人就听见 远处传来的轰隆隆的声音 是餐车轱咕噜 滚过地面的声音 声音极大 连他们在一号车厢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万众瞩目的餐车要来了 大家都好整以挟地 在自己的座位上 盯着餐车来的方向 从声音上能听出来 显然餐车 是从六号车厢的方向过来的 六号车厢里果然有特殊的东西 不少人都更加想过去一探究竟了 背头酷哥询问赵哥 你们在六号车厢的时候 难道没看到有餐车吗 还真没看到 赵哥摇摇头 六号车厢是一个蜿蜒的走廊 我们没敢走到尽头 怕出什么问题 想着等大家一起过去了之后再看看 文言 背头酷哥摩拳擦掌地说 我敢肯定 六号走廊的尽头有通关的方法 待会儿我们就过去一探究竟 除了他之外 其他的好几个人都露出思考的表情 六号车厢是蜜宫 六号车厢是蜿蜒的走廊 这个配置怎么那么让人耳熟呢 参加到现在的调查员都不是傻子 之前身临其境 一直没有机会整体思考 现在大部分车厢已经逛完了 安稳下来之后 一些隐藏的细节自然被串联起来 碍于马上要进来的餐车 没有人开口说话 但已经开始头脑风暴 只等餐车离开 就会开启激烈的讨论 终于 在万众瞩目中 大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乘务员 推着一个装满各种食物的餐车走了进来 既然是黑色制服的乘务员 众人都诧异起来 仔细想想 规则上还真没有说送餐车的 一定是红衣乘务员 卖瓜子零食饮料咯 瞧一瞧看一看咯 黑衣乡员吆喝着 凑近众人 热情的推销 各位在列车上这么久 肚子应该已经饿了吧 有什么想吃的吗 众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都没有说话 规则上只是说 你不会看见黑色制服的乘务员 这一句话肯定是错误的 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是无视对方的存在 还是同样热情的回应 在规则怪谈里 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规则五 乘务员会推着餐车向乘客推销 不要接受他推销的任何食物 水是可以买的 但只能是蓝色瓶装矿泉水 这一条规则也无法判断真假 是应该接受他推销的食物 还是应该只买蓝色包装的矿泉水 还是应该什么都不要 没人能确定具体答案 除了苏荣 他在黑衣 乘务员推着餐车靠近自己的时候 一手搭在餐车上 扫尸了一圈餐车上的物品之后 越过众多瓜果蔬菜 拿起蓝色瓶装矿泉水 看了眼后面的价格标签 眼神一凝 随后掏出一百怪谈币 放在餐车上 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有开口说话 因为如果苏荣的判断没错 他最好是不要和对方说话 和这个乘务员说话 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好的效果 以至规则五是完全正确的 也就是说 他们的确不能吃对方推销的东西 那如果说了什么 以至于对方开始推销矿泉水的话 是不是就代表矿泉水也不能买了 除此之外 黑衣员工是存在的这一点 不会有调查员不知道 规则四那么写 看起来就跟故意占地方一样 不但无法起到帮助调查员的作用 甚至连诱导调查员的作用都起不到 这就很奇怪 如果那条规则里还有其他的内容 苏荣倒是也不觉得什么 这之前也不是没遇到过类似的规则 但是偏偏这次就只有那么一句话 摆在规则四上 这就让他不得不深思了 从规则和黑衣员工刚才的表现上来看 黑衣员工不存在是假的 但是他们的存在不是好事是真的 如果是好事的话 他也不会推荐不被规则允许的那些食物 所以最好就像规则说的这样 假装他们不存在 对于他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 黑衣成务员虽然全程都没有开口 但是一直死死的盯着苏荣 表情看上去很恐怖 仿佛下一秒就要动手杀人一样 看得出他非常希望吓到苏荣 然而苏荣镇定自若 完全当他不存在 一点也不受对方眼刀的影响 和他的淡定不同 其他调查员都快要急死了 一个个瞪大眼睛 秉息凝视 生怕黑衣员工突然发威 让苏荣横视当场 然而他们预想中的画面并没有发生 在苏荣付完钱之后 黑衣员工竟然真的什么也没做 收起钱直接离开了 有了苏荣带头 其他几个调查员也纷纷学着他的样子 买了一瓶蓝色矿泉水 他们自己虽然想不到该怎么做 但是有样学样的时候 学得倒是蛮精髓的 一个个看都不看黑衣乘员 目不斜视地拿一百怪檀币放到餐车里 然后把水拿出来 当然还有五个人没买 其中三个是赵哥三人 另外两个则是苏荣不熟悉的调查员 正如苏荣不熟悉他们一样 他们也不熟悉苏荣 所以不能确定苏荣的判断是否正确 当然不敢冒险 等逛完一圈 确定没有人要再买东西之后 黑衣乘务员推着餐车重新走回门口 一边前后推动着轰隆隆的餐车 一边看向窗外 一副身受吸引的样子 一般如果在路上看到有人专注地 看向某一个方向 那么注意到这一幕的人 也都会下意识地看向那个方向 但因为有了苏荣之前的提醒 大家都克制得没有看向窗外 心理警惕更甚 黑衣乘务员见没有诱惑到任何一个人 只好不满地推着餐车离开 轰隆隆 轰隆隆 直到声音彻底消失 苏荣终于转头 应该已经离开隧道了 你怎么知道 小李好奇地问 见苏荣已经转身 并且没发生什么异常 这才跟着转身看向窗外 此时的窗外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根本看不出是不是经历过隧道 也看不出有没有从隧道离开 因为声音消失了 苏荣看向黑衣员工消失的方向 淡淡地回答道 刚才的参彻声音 是为了掩盖进入隧道的声音 这也是他在飞衣乘务员停下训游 看向窗外 又或他们也看向窗外的时候 才发现的这一点 按理说他停下的时候 完全可以把餐车也停下 但是他没有 依旧在前后小范围推餐车 发出轰隆隆的响声 如果说 这其中没有猫腻鬼才信呢 况且规则怪谈 也不可能真的有无解的局 规则上说 进入隧道的时候不能串门 但进入隧道的时候 又不能看向窗外 以此来判断 到底有没有进入隧道 这显然有点无解 如果真的完全没法判断 猎车什么时候进入隧道 那规则怪谈的平衡就被破坏了 换句话说 一定有什么东西 是能提醒每一节车厢的人 猎车进入隧道了的 而这个提醒 就是餐车发出的轰隆隆的声音 或者说 猎车进入隧道 本来就会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餐车的推动是在掩盖这个声音 模糊调查员对此的认知 番茄女认可了苏荣的推测 开口道 这个猎车的谐音 是不是消化猎车 琪琪率先点头 我也是这样想的 消化系统正好有六个 一号车厢是口腔 落下来的白色柱子 可能是牙齿 二号车厢是咽喉 三号车厢是使管 四号车厢是胃 五号车厢是小肠 六号车厢是大肠 这的确非常符合这六个车厢的信息 例如四号车厢里犯出的酸语 可能就是胃酸 而五号车厢代表的小肠 的确就像迷宫一样 错综复杂 尤其是配合名字的谐音梗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确定 这辆列车的真名 其实就是消化列车 而他们现在很可能 正在什么生物的消化系统里 有不少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纷纷点头 赵哥更是一拍手 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对呀 原来是这样 如果这里是消化列车的话 那这些车厢的关卡 就能说得通了 他身后一直跟着他的 那两个人中的其中一人突然道 那这样说来 我们就在消化系统中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 吞食了我们的人的食物 这话说得好像没问题 琪琪看了眼自己的衣服 随后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哦 所以我现在是黄瓜 他穿着一身绿色 头顶有黄色的帽子 看上去可不就是黄瓜吗 随着他这一开头 其他人也纷纷辨认起 自己是什么东西 茄子 西红柿 菜花 应有尽有 的确正如苏蓉最开始想的那样 果树开会 明显能感受到 大家都很兴奋 一是因为辨认自己变成的果树 这一点本身就很有趣 二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这也算是 还是很容易联想出来的 赵哥身后的另一个人说道 食物想要离开消化系统 应该怎么离开 肯定是从六号车厢离开 小李肯定的说 食物不就是从大肠离开体内的吗 其实也有可能是一号车厢 背头酷哥不太认同小李的看法 反驳道 也有可能把食物从嘴里吐出去 不是吗 这个可能倒是也有道理 小李点点头 但随后又说道 可是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不短了 根本没看到 有什么像出口的地方吧 况且规则怪谈 怎么可能把一号车厢设置为出口 万一真的有人一开始就发现 那这个规则怪谈岂不是白开 小李说的很对 他一般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毕竟诡异们开一次规则怪谈不容易 调查员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 死亡的可能性就越高 把出口放在最开始的出生点 虽然很难想 但一旦想到了 就是白杆 无论如何 先去六号车厢看看不就知道了 琪琪总结道 咱们还没去过六号车厢呢 我想里面肯定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他是这样想的 去过五 也就是说六号车厢很可能存在诡异本体之类的东西 这样危险的地方 说是这个规则怪谈的出口的话非常合理 他们的确有必要去一趟 赵哥露出微笑 那就由我来带路吧 现在我们就前往五号车厢 这次众人都没有意见 跟着他往外走 苏蓉站在最后面 看着前面的番茄女 突然问道 你现在不感觉危险了吗 文言 番茄女了一下 神色好像有点恍惚 危险 有的吧 不过通关的地方 危险不是正常的吗 不对劲 现在的他很不对劲 六号车厢可能有通关方法 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早就想到了 毕竟是最后一节车厢 就算没有认出消化列车 就是消化列车 他们也不至于意识这一点 但是之前番茄女一直都很坚持 不要去五号车厢 现在却愿意去了 而且用的 还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 要知道 他之前表现的可是很有主见 根本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这样决定 就也随大流这样去做 是被污染了吗 苏蓉默默地 跟着前面的队伍往前走 心中思索 如果番茄女被污染了 那么污染的时间节点 一定是在他们回到一号车厢以后 因为在那之前 他都表现得很坚定 但是刚才在一号车厢里 所有人都在 以番茄女的金身 又不可能让赵哥等人近身 更没可能看向窗外 那他到底是在哪里被污染的 暂且放过这个问题 苏蓉打算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可以看出污染的目的是 为了让番茄女顺从其他人 一起去六号车厢 再加上赵哥的表现 不难想清楚 六号车厢是绝对不能去的 他突然停住脚步 意识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关于六号车厢不能去这件事 他也很早就知道了 毕竟番茄女表现得那么明显 他没道理分析不出来 那他现在这是在干什么 他为什么要跟着其他人 一起往六号车厢走 甚至还需要靠新的分析 才能重新意识到六号车厢有问题 分明他也被污染了 意识到这一点 苏蓉表情名重 如果是这样就说得通了 他就说番茄女明明 几乎都是和他一样的行动 为什么会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污染 现在看来 大哥别笑二哥 其实恐怕他们所有人都被污染了 这才没人能察觉到异常 关于自己被污染这一点 苏蓉不是第一次察觉到 早在还没去二号车厢之前 他就感受到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 在刚才从四号车厢返回的时候 他也感受到了污染加深 对苏蓉而言 因为精神力加点的缘故 一旦污染比较严重 他是有一定机会 能感受到明显的不适感的 例如在返程路上的一瞬间头痛 这三次感受到污染加深 有两次都是在一号车厢 但因为另一次是在返程的三号车厢上 所以可见污染并不是只和一号车厢有关 第一次污染的时候 他并没有感受 只是后来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被污染了 第三次污染同样没有感受 是刚才意识到自己被污染了 只有第二次 他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 所以第二次是他破局的钥匙 第二次感受到污染是什么时候 苏蓉仔细回忆 自己内受的一举一动 一丝一响 突然瞪大眼睛 那是在他隐约意识到 消化列车就是消化列车的时候 在思维触及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感觉大脑一片昏沉 这是规则怪谈 在阻止他想到真相吗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想 第一次污染 恐怕是在他感觉 大家在果树开会的时候 而第三次污染 则是在确认 大家都是食物的时候 换句话说 每当他发现一部分真相 污染就会进一步加深 但是怎么会这样呢 苏蓉很不理解 至少在他的认知中 发现真相不应该是污染的来源 否则这个规则怪谈还怎么通关 就像当初的 焦燃号游轮规则怪谈 在副义层里 他和唐姐一开始都以为 前面的雕像 就是这个规则怪谈的污染源 然而越靠近雕像 越强大的污染 让苏蓉止住了这个想法 转而找到了真正的污染源 这里也同样如此 如果离通关越近 污染就越大的话 那难不成这个规则怪谈 真正考验的是 大家抵御污染的能力 这显然不可能啊 小明 你怎么不走了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赵哥突然回头 一眼就看到了 落在最后面 停在原地的苏蓉 见他停下 其他人也跟着停下 面无表情 起刷刷的看向苏蓉 那架势竟真的 有点以赵哥为首的感觉 这副样子 一点也不像在带队 反而像是在赶尸 想到这个比喻 苏蓉眉心狠狠一跳 勉强笑了下 这就跟上 见他的确往前走了几步 跟上大部队 赵哥这才点点头 说回视线 不过下一秒 他那两个左膀右臂 就到了苏蓉旁边 一左一右 明面上是跟他聊天 实际上是监视苏蓉 绝对不能去六号车厢 看到他们的动作 苏蓉心里坚定了这个决心 从赵哥的行动中 不难看出来 一旦他们真的到了六号车厢 要么变成赵哥那样 要么变成他旁边两人那样 反正一定是身受污染 直接失败 但是看其他人这样子 恐怕污染程度也不低 想要让他们清醒过来 是一件很难的事 尤其是旁边 还有赵哥三人怂恿 不 不对 谁说他没有办法 苏蓉晃了晃手中的矿泉水 扬声道 大家喝点水吧 这水应该是好东西 喝一口看看效果 文言 赵哥眉头一皱 拒绝道 不好吧 你怎么能确定这水没问题 或者说 你怎么能确定那条规则没问题 其实你当时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想说了 你这个人太莽撞 会把大家都带向深渊 我建议其他人把水交给我 免得你们受到诱惑 真的把水喝了 一听他这话 苏蓉就知道 这蓝色瓶装矿泉水 的确能发挥大作用 和他刚才想的一样 这玩意很可能有减少污染的功能 他手上有能直接清除污染的药片 不过在苏蓉看来 这个道具现在最好不要使用 万一未来有需要的地方呢 况且新第一月 他也需要向政府上交一个药片 能留下 当然最好留下 那我先喝一口试试 如果我喝了没事 你们喝了不也就没事 说着 苏蓉打开矿泉水喝了一口 果然感觉头脑清明了很多 之前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也在一瞬间念头通达 为什么他们离真相越近 污染就越严重 那只能说明 他们发现的并不是真的真相 什么列车是消化系统 他们是食物 从头到尾 都是这个规则怪谈 故意摆出来给他们看的 或许他们的方向 从一开始就已经错了 你们看 我喝了 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水应该是没问题的 苏蓉一摊手 看向其他人 赵哥反驳道 也有可能是慢性毒药 况且大家现在有什么必要喝水 又不可 你一直怂恿大家喝水干什么 不会被污染了吧 文言 其他人顿时露出警惕的神色 纷纷后退一步远离苏蓉 对于现在的他们而言 赵哥是很可信的 自然更相信他的判断 实话说 如果不是他们这个规则 怪谈的地图很小 万一这些人也被污染 他一个人恐怕独目难知的话 苏蓉是不会为他们 费这么多心思的 但可惜没有如果 那你们把谁打开文文位吧 他一副有些失落的样子 文文总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确认都不确认 那万一这真是个有用的道具 岂不是就浪费了 这话说的有些道理 众人神色都开始松动 他们的确对赵哥信任有加 但不是完全失去了脑子 苏蓉说的对 如果遇到道具也微微缩缩的 那他们就不用想着通关了 赵哥一想 矿泉水只要不喝 就不会发挥作用 于是点点头 一副也被说动了的样子 你说的对 大家先闻闻吧 当然 就算没有闻到奇怪的味道 也不要喝 我们现在没必要冒险 众人信服的点点头 都打开了矿泉水盖子 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一直注意着苏蓉的赵哥突然发现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拿出来了一个奇怪的婴儿玩偶 苏蓉露出假笑 把婴儿的耳朵移到嘴边 嘴巴对着婴儿 眼睛却牢牢地盯住赵哥 轻声道 你没有妈妈 哇呜哇哇呜哇 下一秒 这耳玉龙的哭声响彻整辆列车 所有人都露出痛苦的神色 捂住耳朵蹲在地上 试图抵御震入脑的魔音 这是他在消灭生医院污染源之后 获得的怪谈道具 沉睡的巨婴 能力是发出让除了宿主以外的所有生物 让调查员昏迷或者崩溃 否则以人类的精神韧性 用不了多久就能逐渐适应 而非人生物的精神韧性 恐怕比人类还要好 这也是他特意让这些人 先把瓶盖打开的原因 能有效地节省很大一部分时间 苏蓉慢悠悠地走过去 强行往每个 买了矿泉水人的嘴里灌了一口 至于那些没买水的 不管是因为不相信他的操作 还是因为没钱买水 抱歉 恕他懒得救人 其实他自己也有矿泉水 一整瓶矿泉水 就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况且这水对他而言的作用 又不只是减少污染 买了水的人有茄子男 小李 番茄女 琪琪 背头哭歌 他们对苏蓉都比较信任 看他都一身是险 而且还没出问题 自然也有样血样 剩下的两个人 则因为不了解苏蓉 再加上胆小的缘故 当时没敢轻举妄动 等对每个买了水的人 都强行灌完 苏蓉这才对着沉睡的巨婴 说了句妈妈爱你 结束了他的暴哭 此时赵哥已经差不多 适应过来了 愤怒的质问苏蓉 你在干什么 在规则怪谈里 公然攻击调查员 他的两个跟随者 也立刻附和 就是就是 你这家伙果然是被污染了吧 要我看 就应该直接把你绑起来 免得再祸害其他人 这么说着 他们两个竟然直接上手 想要控制住苏蓉 这时候 番茄女直接站在了苏蓉面前 他也已经缓过来了 借着刚才简短的时间 大致理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 他手上的电刀 琵琶作响 闪烁着令人心惊的 蓝紫色电光 冷笑一声 你们是把我们当傻子吗 不会觉得 现在还有人会听你们指挥吧 他本来就不想去 五六号车厢 结果刚才脑子 跟胡了江胡似的 竟然还真的跟着赵哥 一起往外走 现在李芝一回来 立刻就意识到 刚才的状态不对劲 和他一样 已经完全反应过来的 还有琪琪 他是本来就知道赵哥有问题 大概率是污染者 在这种情况下 正常来说 无论赵哥要怎么做 他都不可能顺从的 怎么会像刚才那样 一点脑子都不带的 听了对方的话 这明显是刚才被污染了 他感激的看了眼苏蓉 随后同样冷声道 你还打算骗我们 虽然我不知道 你刚才动了什么手脚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清醒了 赵哥不理解 这两个人 怎么反应得这样快 于是看向小李等人 我觉得 他们大概率是都被污染了 你们怎么看 没喝水的几个人连连点头 一定是被污染了 没有被污染的话 怎么会攻击我们呢 小李则是一头雾水的 看向苏蓉 我能问一下 你刚才为什么要用那个 奇怪的道具吗 虽然摸不着头脑 但是小李能看得出 苏蓉并没有要伤害他们的意思 否则就刚才那段头疼的时间 都够他们死八百回了 在此基础上 已经恢复了部分理智的他 自然不可能再轻易的 受赵哥的摆布 直接选择询问苏蓉的意图 至于苏蓉会不会选择撒谎 小李相信他能判断准确 背头酷哥也点点头 不带太多敌意的看向苏蓉 你刚才强迫我们喝下矿泉水 是发现了什么吗 和他们俩不同 且这小哥对苏蓉没那么信任 自己也没什么主见 再加上苏蓉刚才的行为 的确非常可疑 所以左看看右看看之后 选择肩目不语 静待事态发展 这几个人的反应 都苏蓉的意料之中 并且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他眉头稍稍舒缓 严谨意该地回答道 你们刚才都被污染了 矿泉水能解除污染 怎么会 小李刚想表示惊讶 就看到番茄女点点头 一副非常认同的样子 他主动解释道 你们应该知道的 我很抗拒去六号车厢 但是刚才我直接跟着他们走了 这明显有问题 我当时感觉脑子一团江湖 现在想来 那分明就是污染的感觉 对于番茄女而言 说这么多话 已经是破天荒了 更何况是对和他 非常不对付的小李说的话 实不相瞒 小李严重怀疑 现在的番茄女 才是处于被污染状态 不过他也清楚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番茄女的逻辑没问题 以他之前的固执和嘴毒程度 六号车厢 况且对于番茄女的异常 小李自认自己还算敏锐 不可能察觉不到 这样一想 他当时好像脑子也被糊住了 意识到这一点 他神色一灵 转头看向赵哥 眼神锐利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污染和你有关吧 小李不是傻子 苏荣几人对赵哥的态度 他看得很清楚 已知番茄女和他被污染之后 都对赵哥言听计从 那么真相一目了然 赵哥有问题 见他也清醒过来 赵哥清楚 自己骗不了更多人了 只好愤怒地说道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我好心好意 想要带你们去五号六号车厢 寻找通关的方法 结果你们竟然怀疑我有问题 说到这里 赵哥苦笑一声 闭上眼摇摇头 演技堪称登峰造极 是可以直接上北影教科书的程度 算了 既然你们不信我 那我也不抢求 我就问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去 我们一起找到通关的方法 然后直接离开这个规则怪谈 他想得很清楚 反正自己不会颗粒无收 能带几个带几个呗 最开始就跟着他的那两个人 和那两个没有喝矿泉水的人都举起手 一副完全被他打动 死心塌地的模样 以苏蓉为首的番茄女等人 则是不为所动 跟看小丑一样看他表演 作业还不确定 自己到底该选择哪一方的是棋子男 虽然已经消除了部分污染 但他的视角依旧很不清晰 感觉两边都有道理 事实上就算没有污染 在刚才那样的情况下 他依旧会选择跟赵哥走 毕竟六号车厢一看就大有文章 总是要去的 那难道不是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小李仲没叫他 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难道到现在你还没看清局势吗 那家伙要么是诡异化身 要么是污染者 总之已经不是正常调查云了 你现在跟他去六号车厢 绝对是死路一条 赵哥也不甘示弱 你别听他们胡说 他们几个才是真的被污染了 如果通关方法不在六号车厢 你说还能在哪 你也知道我们是食物 食物就应该流向大肠 不是吗 令他完全没想到的是 这句话反而让茄子男清醒起来 不对不对 食物到了大肠 那不就变成排泄物了吗 这句话让苏蓉有种 醍醐灌顶的感觉 原来如此 的确是这样 这就能说明 赵哥三人前后变化的来源了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是食物 而是排泄物 如果说食物代表着调查员 那么排泄物就代表污染者 但是怎么感觉还是有哪里不对 行 你们别后悔 赵哥放下最后的狠话 带着那几个站对他的 转身就要走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 苏蓉的声音突然响起 谁说你可以走了 赵哥愣了一下 在他身后 苏蓉把手中挥舞出去的铲子收回来 吃笑一声 都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 我还能让你给我制造更多的敌人 搞笑呢吧 说完 他目光厚撇 对着身后已然完全愣住的众人 有些恨铁不成钢的道 愣着干什么 上啊 几个人反应过来 瞬间有武器的掏武器 没武器的直接肉搏 三下五除二 就把那些想跟着赵哥走的人都绑了起来 看着地上东倒西歪的五个人 茄子男表情复杂 如果我选错的话 是不是也是这个下场 小李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知道就好 说完看向苏蓉 眼里满是欣赏 你这个反应可以啊 我刚才都没想到 还能提前把他们控制住 现在一想是有点弱智了 要是让他们进入六号车厢 再造出几个赵哥来 那可真是自找麻烦 对此 苏蓉表示是基本操作 放虎归山什么的 他怎么可能去做 起起叹了口气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赵哥有问题了 但是通关的线索还是没有啊 如果不能去六号车厢 那我们该怎么离开呢 真的从一号车厢离开 也就是从嘴里吐出来 不对吧 如果我们这些食物 想从嘴里吐出来 那绝对没有拉出来那么简单 至少需要一个借力 呕吐又不是轻易能达到的 茄子男思索着说 文言 番茄女又掏出了她的电刀 双眼放光 你的意思是 我们要先大闹一通列车 等等 突然 苏蓉伸出手 阻止了他们的对话 秉息看向众人 一字一顿地说 谁说我们是食物的 我们不是吗 背头酷哥疑惑地问 之前不是已经认出来了 你是菜花 我是橘子 它是茄子 琪琪也点点头 是啊 消化列车就是消化列车的谐音 这件事情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吧 他们都对此没什么怀疑 整个列车的各种表现 都证明了 他们是瓜果蔬菜 现在正在某种生物的消化道理 我们是人 苏蓉斩钉截铁地说 感觉自己此时的大脑一片清明 怪谈通用规则书 的第六条最后一句话 你可以变成任何物种 你们都知道这句话是错误的吧 众人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这在调查员之中 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为了不让他继续篡改 怪谈通用规则书 所以政府特意留下了 这个错误之处 然后在培训的时候 告诉调查员真相 番茄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她隐约明白苏蓉的意思了 我们可以变成任何职业 但我们首先是人 绝不是什么瓜果蔬菜 苏蓉认真的说道 这就是他们一直以来的误区 也是这个规则怪谈的污染所在 当他们认为自己是食物的时候 污染就已经形成了 顺着他们是食物这条线索 接下来推断出的任何内容 都是假的 都会黑调查员带来污染 她的第一次污染 是看着所有人 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 觉得大家是果树开会的时候 第二次污染 是意识到消化列车 可能就是消化列车的时候 第三次污染 是在大家都确认这一点 并开始辨认自己身份的时候 那时候的污染 也是最严重的 严重到所有人 都开始听赵哥指挥了 如果不是她的逻辑 让她清醒一点 又在之前拿了关键道具矿泉水 现在恐怕已经和其他人 一起进入六号车厢团灭了 在她说完关键词之后 其他人也是恍然大悟 是了 他们明明就是人啊 怎么就真的自认为自己是实物了 这分明就是污染 改变了他们的认知 一旦顺着这个认知往下走 就只会越陷越深 最终跌入她的陷阱 重新回忆 苏蓉终于找到了 这个规则怪谈里那些刻意的点 包括红衣 百一乘务员故意说的那些话 包括这很明显的名字谐音梗 过于外露的六个关卡 甚至刚才赵哥他们说的所有话 也都是想给他们一个错误的认知 让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实物 而也就是这时候 苏蓉才明白过来 规则十一里说的胡言乱语的乘客 就是指的应该赵哥一行人 他的所有话都是不可信的 要将他交给乘务员才行 这其实也是规则的一种提醒 这些人说的都是假话 是胡言乱语 一切的一切 都是这个规则怪谈 在故意诱导他们 让他们以为 自己真的在什么消化道中 但其实没有 这里就只是一个 伪装成消化道的列车而已 去找白衣乘务员 苏蓉已经明白了这个规则 怪谈他该怎么通关 直接找到二号车厢的白衣乘务员 我要去驾驶室 白衣乘务员愣了一下 勉强笑着回答 什么驾驶室 我不知 这是几个胡言乱语的人 麻烦你们处理一下 苏蓉打断他的话 先把赵哥三人交了出来 随后又再次重复刚才的问题 驾驶室在哪 看着地上被绑起来的赵哥三人 白衣乘务员抿了抿唇 最终还是说道 请跟我来 苏蓉勾起嘴角 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规则十一上 当有乘客胡言乱语时 请远离他 并找到乘务员汇报情况 不要记住其说出的任何话 遇到胡言乱语的人 应该汇报给乘务员 这句话看似前者是诡异现象 后者是解决方法 但实际上 后者其实是另一种提示 胡言乱语的赵哥他们 其实根本不需要交给乘务员解决 苏蓉等人已经试过了 他们自己就可以轻易解决这些人 那么规则的后半段还有什么意义 从这一点上思考就能想到 把这些胡言乱语的家伙 交给乘务员或许能得到一些好处 而看规则五 乘务员会推着餐车向乘客推销 最开始大家都以为 来推销餐车的人会是红衣员工 但最终来的乘务员却是黑衣员工 这就足以让苏蓉对规则里 没有表明颜色的乘务员三个字 升起警惕 乘务员代表的不一定是红衣乘务员 所以他选择把赵哥他们 交给白衣乘务员 果然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目的 白衣乘务员带着他们 来到了一号车厢 一直往前走 车厢最后面的墙壁 竟然因为他的动作 而后退让开一条通道 最终形成一道缺口 这里就是驾驶室 白衣员工回答道 随后转身离开 又回去了二号车厢 几人走进去 发现驾驶室里空无一人 齐齐忍不住吐槽道 根本没人在开车呀 难怪到不了终点 这里的确像是 普通列车的驾驶室 前面是一个玻璃大屏 外面虽然也是一片黑暗 但隐约能看到一点光源 还能看清车辆正在行驶的铁轨 铁轨有很多条 交错盘旋 而列车坚定地 在朝着一个方向行驶 小李对着那些专业仪器座 看看又看看 表情尴尬 那什么 你们谁会开这种车 不难 我们只需要掌握方向就可以 之前在滴达出租车规则怪谈里 体验过这种 自动驾驶车辆的苏容回答道 顺便看了眼那些花里胡哨的按钮 这些案件虽然繁琐复杂 但是如果仔细看就能发现 上面标了字的按钮只有三个 也就是说 需要他们动的按钮 不过就这三个而已 他指着其中两个说道 向左 向右 我们只需要控制这两个按钮就行了 规则怪谈不会特意搞不公平 开普通出租车这种事情 尚且会考虑是否有人不会开车 更何况是开列车呢 至于最后一个标了字的是开门键 也就是说等列车开到终点站 他们只需要按下开门键 然后下车就行了 他轻柔地抚摸着那些按键 突然问道 你们知道怎么毁掉一辆列车吗 怎么毁掉 苏容捶下毛子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看着前面的铁轨 好像刚才那个问题只是随口一说 不一会儿 显示屏前面的铁轨旁 突然出现了一条岔路口 虽然这里的能见度很低 但是因为车前开着大灯的缘故 大概能有50米左右的可视范围 从现在这个位置 能看到远处岔路口中间 有一个指示标 因为视力足够好 众人都看清了指示标上的字 左边显示通向循环 右边显示通向终点 与此同时 向左的按键翻起微微的荧光 开始闪烁起来 不出意外的话 这辆车的设置是自动选择向左 等到了岔道口 向左的按钮就会自动按下 这也就是规则最后一条 说这辆车无论如何 也到达不了终点的原因 因为只要没人调整 那么它就会一直进行循环 在列车开到岔道口的时候 苏荣毫不犹豫地按下向右的按钮 众人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 茄子男露出兴奋的表情 总算可以离开了 这个怪谈经历到现在 他真的感觉心里憔悴 和其他人经常性的理智不同 他是经常性的犹豫 要不是最后选对了 在鬼知道什么样子 不过不得不说 队伍里有大佬就是好 但凡没有苏荣在的话 这个规则怪谈不说团灭 至少绝大部分人都得死 可能也就只有一两个能活下来 而这一两个人里 绝对不可能包括他 你们先去门口吧 我来盯着 注意开门的时候立刻出去 以免夜长梦多 苏荣一边说着 一边当仁不让地坐在了驾驶位上 随后又强调了一遍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开门之后用最快的速度立刻下车 我怀疑如果稍迟一步 就会有诡异阻拦我们 此言一出 原本只是随意点头的众人 立刻认真起来 打定了主意 待会儿门刚开一个小缝 就要立刻挤出去 他们绝对不能在灵明前夜 莫名其妙地倒下 没人询问苏荣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他之前的表现已经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况且这种事情撒不撒谎都没什么必要 就像他刚才说的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越快下去越好 至于让苏荣留在这里开门这件事 众人对他很是放心 毕竟这个规则 怪谈他们能走到这里 完全是被苏荣带飞的 任何人出问题 他都不可能出问题 而由他来引领他们走向最终的终点 也是所有人都放心的事情 不过背头酷哥还是有些担心的问 既然你说晚出去会被诡异阻拦 那你这样留到最后 岂不是相当于把自己置于险地 如果因为这一点 导致苏荣没能出去 而他们其他人顺利离开的话 他恐怕会愧疚一辈子的 与其那样 他宁愿自己留下来 反正如果没有苏荣的话 背头酷哥觉得自己肯定也会死 听到他的话 其他人也纷纷看向苏荣 番茄女严肃道 我可以留下来暗开门键 我相信什么诡异都拦不住我 山人自有妙计 苏荣看向番茄女 把自己的那瓶矿泉水递给他 能帮我在门口倒上矿泉水吗 就倒在门口 务必保证他有一滩水 我有用处 文言 番茄女看了眼他手中的水 没有接过来 只是摇了摇自己手中只喝了一口的水瓶 行 我用这个 以苏荣的要求 一整瓶水是都要倒在地上的 如果这真的是 可以带出规则怪谈的怪谈道具 那他愿意用自己的水而不是苏荣的 以此来报答他帮自己通关的恩情 没有给苏荣反驳的机会 他转身直接离开了驾驶室 小李冲苏荣摆摆手 如果那瓶水不够的话 我会帮忙补一点的 你就放心吧 最后一个按钮都已经按完了 接下来也没什么可看的了 众人点点头 准备往三号车厢旁边的列车大门走去 对了 琪琪你留一下 我们还没签订契约 苏荣突然开口 文言 琪琪愣了一下 说真的他都差点忘了自己 还需要签合同自首 虽然其实没过多久 这个规则怪谈刚开始发生那些事情 相对于后面的曲折起伏而言 太过不起眼了 以至于他都差点忘了这件事 现在回想起来 琪琪只觉得幸运 还好他没有换苏荣的运气 不然万一他提前死亡 自己绝对也会死在这个规则怪谈里 琪琪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现在能通关 完全是靠对方力挽狂澜 关于签合同什么的 就像苏荣想的那样 他是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他有特殊的规避 合同指挥的方法 当然仅限于让他自首 报警之类的要求 其他的还是没辙 不然地大集团 早就把他抓起来做研究了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保障 他才会强烈要求对方 让他出去自首 而不是当场把他弄死 一般调查员都会同意这个要求的 因为他被发现的绝大多数情况 都是他没能得手的时候 一旦得手了 对方很难再察觉到什么异样 而既然没能得手 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受到伤害 没有受到伤害 自然就愿意宽容一点 尤其是在他们看来 让他自首和让他当场去世 几乎是一样的结果 前者甚至还更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此时他果断点头 冲其他人摆摆手 你们先去吧 我签完合同就过去 见状 众人互相对视一眼 也不去管他们 拖着几个昏迷的人往外走 赵哥三人被留下了 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 谁也不清楚 万一已经变成诡异了呢 带出去很可能会出问题 还不如把他们留在这里 自生自灭 等其他人都走后 苏蓉看向正等着他拿出 合同纸的琪琪 从兜里掏了掏 随后拿出自恋小姐的镜子 直接递到他眼前 因为没有设访的原因 琪琪根本没反应过来 就被苏蓉控制住了 苏蓉也没理他 继续看向大屏幕 不一会儿 站台若隐若现地 出现在有黑的夜色之中 以这个距离 还有十秒钟 他们将到达站台 苏蓉握住琪琪的手 持续五秒 隐约感受到什么东西流失了 随后 他把对方迅速收入镜子当中 紧盯着前方的路 五秒 四秒 三秒 两秒 一秒 在列车到站的那一刻 苏蓉按下开门键 随后又按下向左的方向按钮 一按到底 下一秒 水下转移数发动 他出现在车门口的水滩中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琪琪放出来 伴随着一句语速极快的 拨打报警电话 自首接运技能的命令 两个人一起跳出来列车大门 轰 就在他们离开的一瞬间 列车也因为在终点站 迅速向左转而脱轨 轰然倒塌 怎么毁掉一辆列车 让他脱轨就可以了 全球播报如约响起 恭喜华夏调查员 咖啡毁掉了消滑列车污染源 消滑列车将不会再降临华夏区